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,两年以前,我们总自夸的地大物博是事实,不久就不再自夸了,只希望着国连,也是事实,现在是既不夸自己,也不信国连,改为一位求神拜佛,怀骨伤筋了,却也是事实。 于是有人砍探约,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,如果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,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,先前信地、信物、后来信国连都没有相信过自己,假使这也算一种信,那也只能说,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,自从对国连失望之后,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。 失掉了他信力,就会移,一个转身,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,倒是一条新生路,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了,信力和物还是切实的东西,国连就渺茫,不过,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醒悟到依赖他的不可靠,一道求神拜佛,可就玄虚之至了,有意或是有害,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, 他可以令人更长久地麻醉着自己。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,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,现在只不过日渐其明显,笼罩了一切罢了。 然而,在这笼罩之下,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,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,有拼命硬干的人,有为民请命的人,有舍身求法的人, 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证实,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,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 这一类的人们,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?他们有确信,不自欺,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,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,被抹杀,消灭于黑暗中,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。 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,用以只一部分人则渴,倘若家于全体,那简直是污蔑。 要论中国人,必须不被查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匡骗,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。 自信力的有无,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,要自己去看地底下。 9月25日